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是在叫玛丽亚这个小区镇啊 在这块吃午餐 那个老板特别逗我点了一份羊排 他说我给你最好的羊排 刚才我在这坐着他带我到那块去看 看他们在那块烧烤的时候 他说你看这个羊肉非常非常的新鲜啊 那现在他端上来了 他跟我说这就是我承诺给你的最好的羊排 他说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这是最好的 我倒要尝尝它到底有多好 这么推荐啊 来尝一尝 果然是香嫩啊 但是我也没吃出来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但对我来讲是非常好吃的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正餐 吃的是面包 今天早上也吃的是面包 直到今天中午就才吃上第二顿肉啊 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就是第二次吃肉 所以只要是肉烤熟了 没变质了 对我来讲都是好吃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镇呢就叫玛利亚 玛利亚这个镇呢它北边是爱琴海 后边呢是连绵起伏的山卵 实际上呢这个克里特这个岛啊 它中间大部分地区都是高山 这个岛的南边呢也是高山直接就扎到水里去 所以呢南边呢没有太多的平地 所以也就没有形成什么太大的城镇 所以它两个比较大的城镇都在北边 但是呢你走到这块来你会发现什么呢 人不多啊像一个大农村一样就是这种 我刚才在那边小餐馆11欧元吃了个烤羊排 结完账了以后老板还说你等我一下 他说我给你个甜点 然后还给了我一块小巧克力蛋糕那种 真是人都挺热情的 而且特别愿意跟你开开玩笑 反正我觉得这边的感觉比大城市好 走到这呢会感觉到自然气息 到处都是鸟在叫啊什么的 就很好 你看这边就是一片大农村的景致啊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 我觉得像这种文明发源的这种岛屿啊 你就不要搞到那种太现代化 有山有农田 我觉得就挺好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这块呢有好多租这个摩托车的 你看有好多租摩托车的呀 或者是租那个小汽车的呀 但这边租呢就比较贵了 咱们自己带车来的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我呢刚才已经买了 圣托里尼的船票 从这到圣托里尼啊就个人过去 49欧啊很贵啊 然后比我从雅典坐船到这来还贵 雅典坐船到这人好像也就是寒一晚上住宿 好像也就是38欧 他这个好单人过去 也不带车啊就得49欧 而且回来更贵 要是从圣托里尼回到这边来得57欧啊 天呐 我现在就来到了马利亚这个小镇的海滩啊 这块呢有好多人都在海滩上躺下来享受海景 而我后边的这个呢就是爱琴海啊 就是爱琴海 马利亚这个城市呢离这儿还有点远 所以呢这边是属于人不是很多的度假小镇 这边的海滩呢主要是以前火山熔岩形成的这种火山地貌 但是呢在那块呢也有一小段沙滩 凡是有沙滩的地方就有游客就有生意 就支了很多太阳伞 好多的老外就在这块晒太阳 我说他这边怎么坐在海边晒太阳的人比较多 下水的人比较少 我拿着手一摸这海水啊你知道吗 挺凉的 倍儿凉 现在这个季节可能下海还早了一点 现在才五月份吧 五月份可能这个水温还是太低了一些 你看这块没有 这个石头就都是火山熔岩形成的石头 属于火山石 你再看这个海滩这块 这全都是黑色的礁石啊 这基本上都属于熔岩冷宁以后形成的 所以这个岛是一个火山岛 没错了 而那边的这个沙滩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火山岩风化形成的 或者是干脆是人工给它 往这块运沙子给填出来的 因为你看这边全是礁石 这边是不能游泳的 所以呢它沿线就这么几个度假的地方 但是因为就这么几个地方有沙滩 有沙滩就意味着有老外 有外国游客啊 像这种石头如果要是分化了以后 分化成那种灰渣可能也能当沙滩用吧 因为呢这块的这些古文明啊 它都是昌盛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 这个岛上的原住民最早发现的是公元前六千多年 到公元前三千多年 这就已经是第一波的原住民了 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米诺斯遗址啊 那是距今四千年左右 是公元前两千年 所以那个时候最多的主要就是陶器啊 所以你看到处这上面到处都是这个陶器的标志啊 这是他们这个地方的旅游标志 咱们是马踏飞宴 他们是一个大陶器 其实呢我呢刚才在这边看着海滩边上 一家老小在这块晒太阳 要我原来的观点看 我觉得是挺没意义的一件事 因为什么呢你看这种海滩啊 又不是说什么风景特别秀丽 海水也不是特别好 景色也不是特别漂亮 有什么必要在这块浪费半天的时间 或者一天的时间 大家在这块待着呢 后来呢 我慢慢的我就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他们吧 孩子在沙滩上玩 在堆城堡 有的时候呢他父亲 也会过去跟他们一起堆城堡 他的爷爷奶奶坐在沙滩上面聊着天很悠闲的 这一家三口人 他们是可以在一起欢度一个时刻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想三代人他们没有什么太多共同语言 就是你从你说聊一个什么事件 聊一个什么话题可能聊不到一起去 但是呢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活动 三代人他是可以同时处在一个很温馨的这么一个气氛中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我觉得有的时候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 什么事情是没意义的 这个不太好说 有些东西看上去很有意义的事 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 就像我以前我们工作 对吧 有时候一些会议 你好家伙你恨不得咱们外面出差呢 接到会议通知 又坐飞机又赶过去又怎么着的 看上去好像你很重要 没了你不行 但其实你仔细想 离了谁都行 有些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只是你感觉被那个气氛推着 好像你很重要 但真正的很很重要的事呢 就比如说在沙滩上 一家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幸福是一种感觉 它是一种化合作用 你单纯看海可能不会觉得很幸福 但是当你躺在这 看着天上白云飘 鼻子里闻着海水的味道 然后耳边听着父母的唠哩唠叨 然后这边是你的孩子在这块挖坑的欢笑声 可能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 让你感觉到放松 踏实 让你多年以后 当你怀疑人生的时候 当你觉得我的人生已经 濒临崩溃 已经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你突然想起那一刻 你想到那种感觉 那个海风仿佛你又闻到了咸咸的海风味 那一刻 你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美好的感觉 那你说 这一刻你躺在这晒太阳 它有没有意义 太有意义了 所以不要太功利 我觉得我希望我以后能多做一些 看上去以前看上去没意义的事 好了我现在是回到了玛利亚 我今天住的这个旅馆呢 还比较便宜 因为呢 玛利亚这个城市呢 它不是属于核心大城市嘛 所以它的房间价格非常便宜 我住的这个呢 是一个小公寓 是多少钱呢 是130多块钱人民币啊 还比较便宜 看它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一个小厨房 这还有一间一个小床 现在也没什么鸟用 然后呢 包括卫生间 这不用说了 卫生间 然后呢 包括卧室 包括卧室 还有吹风机还不错 还有一个小阳台 这块可以远眺海景 但是它这个旅馆 你知道吗 是在一个小山上 我的车是停在公路边上 你知道吗 好家伙我这爬上来 这家伙可爬了好一阵呢 他们这旅馆是沿着这山坡 你知道吗 是沿着这山坡一溜上去 这全是他们家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从一层一直 我就爬到第几层了 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得下去 把那车里的东西拿上 观点 它要这么 这么高 我还不能全拿 还只能挑几样的